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賊古王》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回到剛才的話題 剛才提到消費品行業有三個紙板塊可以留意的 第一個是男女裝 第二個是旅遊 第三個是應有而相關的產品 你可以先說一下男女裝方面 有甚麼股票可以拿出來拆一拆 好的 男女裝其實很悶 因為上幾年都沒有特出的公司做得很好 我們看到Espirit 可能是波斯登 這些 曾經古王 紅了多少年前 紅了多少年前 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當我看的人都不再理會他們 其實今年這兩隻也有少許改善 但我不是說這兩隻 我想說一些新嘗試的 就說一隻叫江南寶依的大陸品牌 他們也上了試一年左右 但是你說真的升得很厲害 其實也是最近的事 聽起來像車衣女工一樣 江南寶依 其實是一個甚麼來的呢 其實是一個比較有文青味的 設計師品牌 你會看到他們的衣服和褲 他們會用一些類似麻沙的布去織 當然這個是他們的品牌 建立初頭的時候 會用的主要是用這些材料 但現在當然不止 現在就變成一個比較全面的 一個市場品牌 它的名字也比較有江南味 像書生雅 江朗的味道 所以其實是很斯文的 很阿麻沙的感覺 但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就是當其他品牌 在這幾年他們的同店銷售 你叫做維持到一個正數 都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他們對上三年 都是維持在8%左右 是很過分的 真的挺厲害的 而他們的產品是不便宜的 他們可能要一千至幾千元的水平 我們可以移一移到電腦的螢幕 看看 這些就是他們旗下的部分產品 對 他們最主要的牌子 就是江南布依 英文就是JNBY 真的不說不知道 英文宿舍 對 他們 所以在店鋪就不會看到江南布依 這四個字 就看到JNBY 沒錯 可能有時候大家 最新好像在香港開了一間分店 有 香港有幾間 他們除了江南布依主品牌 他們的嬰兒店都有開 都是JNBY的品牌 對 所以大家現在有時候 逛街不小心看到的時候 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對 在黃七寶 還有在K11都有 這兩個地方 我們可以回來 沒錯 他們為何可以做得這麼好呢 當其他人也做得很 就是相對差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當然是他們相對小一點 因為其他可能是 尼郎 甚至是波斯登 這些牌子 其實都是五六千間店 好的 但江南布依 到現在為止 都只有1500間左右 那麼規模小很多 是的 所以幾年前 甚至乎都只有 一千間店 所以他們也容易去抓住 管理好自己的門店 但是他們上市 好像不算太久 嗯 那麼營運的 就是調查記錄 是否相對其他 比較新一些 嗯 他們 我們眼中 當然會看得比較少 就是很久之前也聽過 但是你說我數據 當然是去年才知道 所以你說再檢查一下 我以前五年前到十年前的數據 就比較難找 但是我曾經跟他們的一個 即是PIPO的投資者 就談過 其實他們以前的數據 他們看過 那當男女裝做得最好 最舒服的時候 可能是2007年到2011年 這些位置 其實很久之前 這些品牌也不是說這幾年才 不是的 他們都差不多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在杭州開始 原本的老闆是一個IT人 是一個女士 杭州你知道誰的總部 阿里巴巴的總部 其實那裡也有不少有錢人 在杭州的一個比較高端的品牌 說回剛才的過程 就是當其他品牌 他們發展得很快很快 銅店銷售十幾個百分比 然後開店也是十幾個百分比 然後大家都開到 六千間店鋪的時候 即是一一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只有幾百間店 而他們的銅店是很平穩的 其他人可能發得很厲害 二十幾個百分比 跌到零 然後跌到負 現在升了一點點 但他們維持在高單位數的水平 為何這麼厲害 他們沒有那種 Franchise出去 然後狂開店 然後快速 亂增長 亂發展的過程 他們沒有 那些五間店主要是自營的? 不是 一開始是自營 之後就更多Franchise 更多粉照商 但是他們也不會去到一個很… 即是他們沒有經歷過那種… 極速開店 極速開店 好像當時的球鞋股 極速增長 對 又一千年幾千 甚至去到一個很亂很亂 管不到的地步 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他們都是一步一步的 我們慢慢做 老闆又不是那些… 生意人 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比較有個性的設計師 所以他們都… 極速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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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很驚訝 因為藍女莊這個行業相對少人關注 他們業績公佈的時候 原本訂了一個牆 他們跟我說的 訂了一個牆 只餘了五十個人左右 但最後是有一百多人在 這麼厲害 連老闆是看房地產的 他也不知為何坐在這裡 我原本也不知道他是去的 原來有個朋友跟他說 這隻可以看看 我們去一去 也在業績之後 他就行了一個非常凌厲的走勢 就是升了差不多五、六成 是啊 他們就是這個情況 他們接下來的經營成本 就是去年下半年的經營成本 那個控制其實在今年一七年 都應該會維持的 我相信 因為其中一個超預期的地方 是他們的電商那裡 電商的增速 其實他們下半年開始加快 而他們電商基本上大部份的品牌 我們都看到 其實他們開始從一個 追求很快的增長 開始轉成一個追求 就是無利率 或者是利潤率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 今年和去年比 其實很多品牌 包括港南寶伊 那個電商的無利率 都起碼升了十個巴仙 而所以令到淨利潤率 其實都升了一個值比較高的 所以完全拉動了整個業績 即是電商方面是未來增長的一個動力 額外的一個 可以佔多少呢 他們都已經佔到12%左右 12%在這些品牌服裝股裡面 算是差不多 比例算是 即是平均都是這個 平均都是這個水平 或者說一說運動品牌 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在電商方面 運動品牌 電商的銷售 大家都知道 增長並很厲害 但是今年它們升得這麼厲害 股價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電商 我們原本預計是會有一個減慢的 因為我們都已經佔到十幾個巴仙 佔比了 你的基礎已經不是小了 難道每年都雙倍嗎 然後大家就在模特兒上 預計 今年會不會剩下50個巴仙增長 但是出來不是 不是 完全不是 都是雙倍 如果下年又是這樣 我們原本預計是50元 出來又雙倍 就會令到業績有少預期 所以股票可能會再升 所以很多品牌都有這樣的情況 電商的增長其實真的很厲害 可以看一看電腦的畫面這邊 可以看到這部分就是業績期 業績期之後的一部分是升得很急 然後一個整顧 然後再來 其實現在的PE 留意到大概是12、3倍左右的水平 沒錯 同類型的公司 你覺得可以給予什麼估值算合理 或者參考什麼作為一個指標呢 正常來說一個品牌比較高端的 我覺得是值15倍的 市場也是比這個位置的 可能你用佐丹奴去比 雖然不能說最高端的品牌 但是男女裝算是可以的 在裡面 是說10倍 它們都是15倍的 如果真的去到很高端很高端的 可能是一些 例如Prada、Dihong LV 那些其實可以交易到20、30倍 那些是一線國際品牌 沒錯 不能夠這樣比 但你剛才提到一個對比方法 就是內地A股同類型的公司 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沒錯 A股有沒有同類型的公司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呢 A股有 但會是比較偏正壯一點 我意思是像利朗一樣 其實它是偏成熟一點 而且比較偏雙毛一點 例如A股的九木王和七匹狼 那些都是男裝比較正式的 即科毛好像G2000那樣 是的 大陸可能還有一些比較潮牌 但我暫時升不起 好的 但估值方面像不像呢 估值方面其實它們絕對不像這個倍數 因為無論是佐丹奴也好 利朗也好 其實它們那個 我覺得跟高仁寶伊的品牌 比高仁寶伊 其實感覺上比它們還要高檔 而且還要做得更好 起碼從利潤增速 或者銷售增速 其實高仁寶伊一定會做得更好 他們純粹從行程度上 一定比它們好 所以估值理論上 應該比它們貴一點 但如果只拿給品牌 其實它們都不錯 因為高仁寶伊 其實它們有海外的店鋪 不是說香港 是說一些俄羅斯 有些東歐的地區 其實它們在1500間店鋪 也有30多40間 是這些地方的店鋪 也曾經像俄羅斯一樣 當年老闆說有俄羅斯的學生 去到他們的店鋪 看到很漂亮 然後就找他們 希望可以做他們的代理 而亦都拿到國外賣 我去看他們的產品 看他們的時尚秀 每年都有的 每個季度都有的 Tray Fair 其實他們的格調 他們的產品 其實已經是真的不錯 他們絕對有能力 可以把品牌帶到中國 放到其他地方賣 然後也會成功 所以他們的質地是不錯的 明白 即是合理的估值可以參考15倍市場率的水平 大家可以自己計算 沒錯 要留意 好 說完男女裝 下一個可以提一下 譬如說 嬰兒用品 嬰兒車 好像你比較喜歡一隻好孩子 沒錯 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因為好孩子 有些投資者 如果有這麼想資深 就對這隻有一點戒心 老闆一向都是… 都會經歷很多 某些股票其實他們都… 曾經做得很好 但原來是彈花一弦的 最後都兌現不了 所以Good Baby曾經都有類似的情況 即是公司說我的生意不錯 然後大家看到我上半年的數字不錯 但為何下半年都差這麼遠 跟你說話 真的好像天圓地鐵一樣 Good Baby現在也有幾個品牌 沒錯 沒錯 他們Good Baby 我剛才說原本只有Good Baby 之後就買了Cybex 以及買了Event Flow Cybex 這個 是的 然後還有一堆其他的 就是小龍蝦比 這個HD 現在最主要你的品牌是… 有沒有說哪幾個 最主要都是我剛才說的這三個 他們現在的銷售… Cybex 甚至是購買的 是購買回來的 Gb就是原本的 Gb就是原本的 首先說他們的產品 他們其實是… 他們曾經一度很輝煌的 即是現在也不測 現在也是行業的龍頭來的 他們… 因為曾經代工Dorel的品牌的產品 Dorel是全球頭三大了 所以其實他們… 但現在和Dorel的業務已經是… 差不多斷了 只剩下2%的銷售是他們的 那… 代工… 代工… 這些不是很賺錢的 那些限制很低的東西 沒錯… 現在主要是做自己的品牌 那些高限制的東西 是的… 他們經歷過程就是… 我曾經… 我們原本是一個代工商 但是我們做代工也好 我們其實都佔了全世界的市場份額 差不多三百一 就是這樣三部裡面 就是因為幫一些國外的品牌做代工 但是他們不甘心 只是做一個制度商 他們想我真的要做一個品牌 所以就在一年的時候 就開始逐漸減少 即逐漸就嘗試去推廣自己的 Good Baby這個品牌 甚至乎將Good Baby的品牌 拿去美國買 而Dorel和他們的代工 其他代工商就覺得 你好像不是很專心幫我做 你好像自己也想發揮 所以就開始剪掉 那這個很正常 即是你由代工變成競爭對手 沒錯… 所以就令他們資料業績也不太好 然後也… 還有之前也說過 可能是二孩出來有一點反彈 但又原來不是那麼好 然後他們也說過 實際上也不錯 而且我剛才說 收購這品牌 其實是說2014年的事 他們原本也期望 2015年就會有好轉 但是我家是有好轉 但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多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會令他們的預期有點落差 而且… 衝景失望了 衝景再失望 今次有甚麼不同呢 是的… 你可以看看股價圖 其實它對上三四年 都是維持在四月半左右 三月半到四月半這些位置 基本上沒有升過 都是維持這個位置 今年是真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 有一個質地上的改變 就是他老闆在七月份的時候 就說要收購他們 老闆的另一個業務 就是沒有英行業的一些店舖 即是好孩子的一些店舖 不只是賣他們的嬰兒車 即是這個時間 七月份 對 七月份這個時間 沒錯 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他們買了這個生意回來之後 不是全部都用現金去買 有很多部份的代價 就是用股票去買 這就是一個引起點 令人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的 首先要賣個關節 這點最重要是留下一節回來再說 我們也申報一下利益 我們目前沒有代客戶持有 可能沒有代客戶持有好孩子 下一節回來再說一下 這個好孩子的重點 好 好孩子的重點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贊同我們的Facebook專頁